各位好 欢迎收看防火星观察 我是冠月 过去一年 新一轮巴以冲突骤然爆发 中东局势持续恶化 我们首先通过一组图片一起来了解一下 2023年10月7号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 宣布对以色列采取新一轮军事行动 并向以境内发射了至少5000枚火箭弹 图片当中 以色列使用铁穹防空系统拦截哈马斯火箭弹 双方爆发新一轮军事冲突 持续交火 事态不断升级 2023年10月27号 以色列集结重兵对加沙发动地面进攻 哈马斯一拖庞大的隧道系统对乙军进行反击 图片当中 哈马斯武装人员钻出隧道 在灌木丛的掩护下接近一辆乙军梅卡瓦坦克 在炮塔左后方安放了一枚重型反坦克手雷 然后迅速离开并引爆 哈马斯这种单兵反坦克战术 一度让乙军吃了大亏 而乙军也对加沙隧道系统进行了持续打击破坏 2023年12月17号 乙军声称在加沙地带北部 发现迄今为止最大的哈马斯隧道 该隧道能够容纳大型车辆通过 规模令人震惊 此外 在本轮冲突当中 加沙地带的医院竟然也成为打击目标 2023年11月3号 数量救护车在加沙最大的医院西法医院门口转运伤者时 遭到乙军轰炸 造成15人死亡 60多人受伤 11月15号 乙军对西法医院进行了突袭 并攻入医院内部 乙军称在该医院地下有哈马斯的指挥中枢 并称哈马斯利用医院隧道来掩护军事行动 以及隐藏人质 尽管乙军之后展示的所谓证据 但几乎遭到了国际社会的一致谴责 除了美国 本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 美国第一时间向中东增兵 第一时间宣布对以色列提供援助 不论在什么场合 都对以色列表现出坚定支持 甚至是偏袒 为此 美国不惜在联合国安理会 与大部分国家对着干 去年12月8号 得到近100个国家支持的 要求在加沙地带 立即实现人道主义停火的决议草案 被美国一票否决 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 表示了极大的失望和遗憾 防务新观察 马上解读 首先请教苏女士 我们看到这张照片 是以色列使用铁穹防空系统 来拦截哈马斯发射的火箭弹 那么新一轮巴以冲突 为何会在去年突然爆发 确实大家关注2023年 关注去年局势的发展 会看到巴以冲突升级 是中东安全局势变化的 一个重大的事件 而本轮升级和此前不同 表面上来看 是军事行动的样态出现了变化 大家都关注到的是 哈马斯策划已久 对以色列方面 在10月7日发动突袭 突袭行动 以色列此前并没有一个正确的认知 或者是说是猝不及防 所以造成以防的重大损失 而之后 以色列对哈马斯 开展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在加沙地带狂轰滥炸 但是从深层次来说 我们会看到 首先以色列对于哈马斯 所谓安全威胁的认知 已经出现了巨变 之前以色列更多地认为 在加沙地带 哈马斯对以色列方面 所构成的威胁是有限的 所谓的安全形势 还在乙方的掌控之中 所以乙方多次对加沙地带 采取军事行动 是一种所谓的割草的方式 就是草坪修剪之后 是能够接受的范围之内 但是很显然 这一次的军事行动 以色列多次强调的是 最终目标是要拔草 是要所谓铲除 根除哈马斯 所以从军事行动的目标的设定 以及军事行动的规模 以及打击力度来说 都是与此前不同的 但是我觉得大家也会看到 这仅仅是军事方面 或者是说长期巴以矛盾 骤然升级的一种具体体现之一 反映出的是矛盾未解 那矛盾不断累积 那必然会集中爆发 而同时我们会看到 大家关注到中东和解潮 这个大的背景之下 那么巴以矛盾其实长期 被所谓的边缘化 尤其是美国推动相关的协议 试图使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 之间的关系得以修复 以色列和沙特之间建交的 这种动向是巴勒斯坦人 包括哈马斯格外关注的 所以现在是不是 以色列和阿拉伯世界关系缓和 沙以之间建交 仍然是以所谓的两国方案落实 巴勒斯坦独立建国 为一个前提条件 这是本轮巴以冲突折射出的一个 大家必须要关注到的问题 那么我们会看到的是 这一轮冲突升级背后 既有近一时期 中东地区安全形势的变化 也有长期矛盾 遭到忽视所产生的恶果 那么也有美国中东战略 所带来的影响 请教卫先生 接下来我们看到 这一组图片呢 是以色列与哈马斯 围绕加沙的隧道 进行相互的持续的攻防 您觉得接下来双方 在作战行动当中 有可能会采取哪些战术 其实哈马斯的武装人员 他是把隧道战 和针对以色列军队的 这种反坦克的作战模式 进行了一个结合 我们看到 哈马斯他所挖的 这样的一些隧道 四通八达 有一些隧道的出口 非常的隐蔽 可能就是在草丛当中 所以当他的周边 出现孤立无援的 以色列军队的 梅卡瓦主战坦克的时候 他就进行了这种灵活的 反坦克作战 以色列军队在采取 军事行动的过程当中 没有想到 有的隧道挖的是非常的深 而且非常的宽阔 这就说明 针对以色列军队的 报复行动 哈马斯是做好了 事先的准备 要利用地下的隧道网络 去藏匿他的兵员 储存一些武器装备 包括食品 那么是要和以色列的军队 进行长时间的较量 那么以色列军队 在破坏隧道的过程当中 也采取了很多的手段 比如说要灌注海水 后续还让工兵 进入到隧道的内部 要布置大量的炸药 要对他进行彻底的摧毁 那么现在 以色列军队 针对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 还在持续 但是他并没有完全地破坏 哈马斯所设置和挖掘的 这样的一些隧道 那么一些隐藏在地下的 哈马斯的武装人员 也会利用手中的武器装备 继续和以色列军队进行较量 继续请教魏先生 我们来看到这样的一张照片 是加沙地带最大的医院 西法医院的救护车 遭到乙军的轰炸 造成多人死伤 为什么救死扶伤的医院 会成为乙军的打击目标 您觉得新的一年 乙军的行动 是否会有所节制 之所以轰炸救护车 以色列方面给出的理由 说是救护车 可能会被 哈马斯的武装人员所利用 运送他们的人员 或者说运送一些武器装备 但是我们看 从后续的调查结果来看 并没有事实性的证据 去支持以色列军方的这种说法 那么针对救护车的 这种轰炸和空袭行动 确实也导致了 民众的这样的一些伤亡 这说明以色列 当他针对加沙地带 采取军事行动的时候 都是一个完全一致的标准 什么样的标准 只要他认定这个目标 对他构成了所谓的威胁 他就要展开这个军事强攻 那么也会对于加沙地带 构成更为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 所以我们看 国际社会还是希望 法与冲突能够尽快地结束 能够尽快地恢复到和平的状态 是的 国际社会 也非常期待和平的到来 我们再来看这样的一张照片 请教苏女士 这是美国在联合国安理会上 使用一票否决权 否决了在加沙地带 有关停火协议的草案 那您觉得美国 为什么不支持停火 为何要如此坚定地偏袒以色列 首先美国在联合国安理会 接连投出否决票 那么国际社会高度 关注美方的立场 说到美国对以色列的偏袒 本轮巴以冲突升级 美方的偏袒 集中体现在 美国支持以色列 继续在加沙地带 开展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不顾人道主义危机 美方的这种偏袒 首先造成了美国极大的外交压力 我们会看到 国际社会一再谴责 美方对以色列的偏袒 即使是美国的亲密盟友 一些欧洲国家 也认为现在在加沙地带 停火止战是非常急迫的 但是美方 为什么要坚持这样的态度 应该说有几方面的影响因素 首先我们看美以之间的关系 从以色列建国以来 其实常年 美国都对以色列来进行支持 美以之间的关系 在进一步的绑定 所以这个时候 美国有了成本 那必然要有收益 从收益方面来说 长期以来 美国认为以色列 在美国的整体 中东安全部局当中 是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不管是对叙利亚 还是对伊朗 什叶派力量的发展 一直是美国所十分顾忌的 而以色列的军力的强大 以色列的发展 以及地区的军事行动 对于什叶派的力量 的压制的效果 美方一直非常看重 某种程度 这种代理人的模式 是美方希望延续的模式 那么还有一个因素 就是今年是美国的大选年 近期我看到在美国国内 很多人说 犹太利益集团 对于美国政府的影响 是根深蒂固的 那么在大选年 没有任何一个党派 会对以色列说不 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情势之下 美国仍然会对以色列方面 表示支持进行偏袒 但是与此同时 我们会看到 那么一方面呢 希望以停以 达到地区战略的目标 但是现在呢 美国在停以的过程当中 又面临着冲突扩大 可能会使美国 被卷入战争的这种风险 所以美国的整体的中东战略 尽管呢 以偏袒以色列 作为一个重要的方面 但是没有达到 美国能够延续霸权 在中东地区 加强影响力 或者是说 无限扩大美方利益的目标 接下来我们通过一组关键词 一起来回顾 过去一年的中东局势变化 我们来看短片 过去一年 定点清除成为中东热词 以色列声称 要在全球范围内 针对哈马斯进行定点清除 不仅包括多名哈马斯 高级领导人和指挥官 甚至还牵扯到中东其他市领 去年12月25号 与今年1月20号 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 高级指挥官穆萨维 在内的5名伊朗军事顾问 先后在以色列 对叙利亚的导弹袭击中身亡 伊朗誓言报复 另一方面 本轮巴以冲突的外溢效应 已经在中东蔓延 地区不同势力纷纷下场 不仅伊朗打击了 位于伊拉克境内的 以色列间谍总部 并向外派出海军舰队执行任务 红海更是成为热海 并逐渐沦为战场 自去年11月起 野门胡塞武装 频繁在红海使用无人机和导弹 袭击与以色列有关的船只 美英则连续空袭胡塞武装目标 双方在红海接连互相袭击 美国更是将 打击胡塞武装目标的行动 命名为波塞东弓箭手行动 大有进行长时间军事行动的架势 五角大楼宣称 当胡塞武装停止袭击 红海船只时 针对胡塞武装的袭击就会结束 而胡塞武装方面则表示 当以色列结束对加沙的轰炸时 胡塞武装对红海的袭击就会停止 美国对中东局势的介入 引发更多地区势力的反感和敌对 美军驻中东基地遭袭击次数越来越多 伊拉克伊斯兰抵抗组织下属的 武装组织还宣称 将继续打击美军基地 以回应美国的中东政策 而伊拉克总理苏达尼 1月18号重申 将加快谈判 尽早让美国领导的国际联军 从伊拉克最终撤离 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请教苏女士 我们看到巴以冲突的外溢效应 已经蔓延至中东 伊朗已经采取行动 那您觉得新的一年 伊朗在中东局势的变化当中 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我们观察本轮巴以冲突升级 可能会出现的风险点 大家会说离以边境 是一个重大的风险点 那红海区域失控的可能性 也在上升 但是最关键的是地区大国 伊朗的角色 如果伊朗下场的话 那才是真正的中东地区战事的蔓延 而随之美国也会被卷入战火当中 这是一个总体的判断 但是现在判断伊朗的状态 与其说伊朗已经下场 不如说伊朗在极力避免 自己被卷入其中 或者是说伊朗有可能被动地下场 但是不会主动地参与 首先我们会注意到的是 本轮巴以冲突升级之后 伊朗一直在努力地撇清 自己所扮演的角色 也就是说当美国现在 把伊朗支持的武装组织 与伊朗进行关联的时候 伊朗在刻意地切断一些联系 避免对于一些目标 直接发动攻击 那么针对 比如说叙利亚境内 伊朗方面的军方的顾问 相关的人员 美方乙方不断地进行 相关的打击行动的时候 伊朗选择的处理的方式 不是进一步地加大投入 而是进行这种人员方面的收缩 从一些容易被打击的地点 将军事顾问撤出 避免战火进一步延烧的可能性 所以从总体来看 尽管巴以冲突升级 伊朗一直强调对哈马斯的支持 对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 强烈反对 希望国际社会 关注到中东地区局势的发展 希望美意在中东地区 力量有所收缩 但是从根本上来看 伊朗现在的总体目标 是仍然要避免 当前冲突的进一步的外溢 下场是伊朗被迫的一个选择 而这个被迫的选择 伊朗在极力避免 接下来请教魏先生 当前我们看到巴以冲突 外溢效应最突出的区域 在鸿海 我们现在看到 鸿海已经变成了热海 甚至已经沦为了战场 那您觉得解决鸿海危机的 癥结到底在哪里 鸿海危机可以说是 新一轮巴以冲突 所产生的最复杂 最危险 最不可控的一个 外溢的效应 那么我们看 鸿海危机的癥结 其实也门胡塞武装 对外说的也是比较清楚的 公开表态 支持哈马斯 支持巴勒斯坦的民众 可以说和以色列 是完全处于一种敌对的状态 那么后续 针对在鸿海区域内航行的 以色列的船只 或者说和以色列 有利益关系的船只 它要进行阻拦 进行打击了 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 那么美国在鸿海地区 集结了兵力 派出了宙斯顿战舰 和核动力的航母 那么加剧了鸿海地区的 这个军事化 针对野门胡塞武装 直接发动了这个空袭 当美国在鸿海区域 动武的时候 它又相当于在中东地区 点燃了另外一个火药桶 或者说它引发了 更为剧烈的 这样的一场冲突 所以我们看 美国它在鸿海区域内 展开军事行动 并没有让鸿海的航运 变得更加的安全 反而是鸿海地区的局势 变得更加的复杂 变得更加的危险 所以我认为 根源还是霸易冲突 还是美国的中东政策 尤其是针对 这个以色列的 这样的一个偏袒 当然了 我们也是希望 鸿海的区域 尽快地恢复到 和平的状态 是的 现在我们看到 美国在中东地区 是遭到越来越多的 反对和反感 所以请教苏女士 目前的局势 对于美国来说 是否已经处于 失控的边缘 美国是否有可能 再次会陷入到 中东的泥潭 美国自己判断 现在自己面临的风险 是越来越大 那么说到泥潭 现在美国已经深陷泥潭 不光是自相矛盾 而且是进退两难 一方面要支持以色列 对以色列进行偏袒 而另外一方面 美国又强调的是 当前巴以冲突 不能够失控 美国要避免自己 被卷入战火当中 本身这样的目标 是无法兼顾的 如果支持以色列 开展军事行动 必然会造成 一系列的这种 连带的反应 如果美国不灭掉 这个火源 而只是火上浇油的话 这个火会越烧越大 根本不可能 达到美国的目标 那么另外一方面 我们会看到的是 美国一方面 进行战术方面的调整 但另外一方面 又无法 也不想进行 战略方面的转型 说到战术上的调整 我们关注到的是 美国也在进行 相关基地的减少 避免遭受到打击 避免一些基地 因为防御方面的 这种弱点 造成更多人员的伤亡 让美国被迫 采取军事行动 进而被卷入战火当中 但是从战略上来说 一方面 现在美国整体的 这种中东战略 是要避免极力收缩 美国仍然希望发挥 对中东的影响力 仍然以支持以色列 来进一步地遏制 伊朗力量的延伸 所以在这种情势之下 美国的所谓的 这种战术上的调整 并非要从中东 大规模地撤军 避免这种方式 让美国在其他地区的 盟友和伙伴 对于美国的信心 进一步地被削弱 那么同样 从战略上来说 美国现在整体的 这种中东战略 仍然是美式霸权的 一种具体的体现 也就是说 从美国的整体的 战略布局上来说 美方要达到美国的目标 在大国竞争的过程当中 从多个点位 来进行这种对抗遏制 所以阵营化 仍然是美方所带来 未来这个地区 可能会出现的 一系列的变化 美国的战略的延伸 仍然是一个负面的因素 最后我们再来通过 一组数字 透视中东局势的 未来走向 我们来看短片 红海局势升级后 美国拉盟友 在红海方向 集结了包括航母 两栖攻击舰 核潜艇在内的 13艘舰艇 试图控局 并在去年12月18号 高调宣布 联合20多个国家 组建多国联盟 但公开的名单 只列出了12个国家 至少8个国家 不愿意承认参与 而红海沿岸国 更是一个都没有 当美国决定打击 野门胡塞武装时 只有英国一个盟友 直接参与了空袭行动 此外 去年底 今年初 乙军先后从加沙 撤出了5个旅 和1个师的兵力 但乙军表示 这不是撤军 而是调整部署 准备转入低强度作战 乙方预计冲突 将在2024年 持续一整年 另一方面 1月19号 美国总统拜登 与以色列总理 内塔尼亚胡再次通话 讨论巴以冲突局势 但美媒注意到 这是两人 时隔27天首次通话 相当反常 报道称 本轮巴以冲突以来 拜登与内塔尼亚胡 几乎每隔一天通一次话 尽管拜登 每次都会表达 对以色列的支持 但两人通话的气氛 愈发紧张 美媒认为 美国和以色列之间 关于冲突前景的分歧 逐渐变大 美国对于以色列 执意推进军事行动 正失去耐心 本轮巴以冲突 已持续四个多月 据加沙地带 卫生部门统计 在冲突100天时 加沙死亡人数 已达到2.4万人 大约70%的死者 是妇女和儿童 联合国方面则表示 约85%的加沙人口 为逃离战火 被迫离开家园 加沙正深陷 人道主义灾难 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请教魏先生 去年的美国高调宣布 联合20多个国家 组建多国联盟 后来是有8个国家 不愿意承认 参与了这个行动 最终只有一个国家 英国是直接参与到了 作战行动当中 您觉得这背后 代表着什么呢 美国针对野门湖塞武装 发动空袭 显然是高估了 自身的号召力 只有英国派兵 直接参与了 和美国一起进行的 这种空袭行动 但是英国派出的兵力很少 最多也就是凑数 那么针对胡塞武装 进行这种远距离的 火力打击 主要还是依托于 美国海军 那么还有三个 北约成员国 是值得关注的 分别是法国 意大利和西班牙 这三个国家 后续有可能会派出 水面战舰 比如说驱逐舰和护卫舰 参与在红海的行动 但是它只会防 不会打 也就是说 会针对美英的海上力量 进行协防 不会参与进攻性的 这样的一些行动 还有一类 就是美国的地区盟友 包括一些中东地区的国家 那么我认为 他们还是以观望的态度为主 如果说这些中东地区的国家 参与了打击的行动 它自身可能也会遭到报复 甚至这些国家 都不会允许 美国使用他们境内的 这个军事基地 去轰炸胡塞武装的相关目标 我们看到现在 尽管以色列从加沙地带 是撤出了五个旅一个尸 但是他们依然声称 这个战斗将持续一整年 那您觉得新的一年 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 会呈现出怎样的态势 进入到新的一年 以色列在加沙地带 投入的兵力 它是要做减法的 但是它投入的火力 可能是要做加法 那么现在以色列 它的军事围剿的 这样一个包围圈 是越缩越小 那么可能只有几个点 它在进行猛烈的进攻 比如说汉尤尼斯 那其他的一些区域 以色列自认为 经过大规模的 这个军事进攻和打击之后 可能哈马斯的武装人员 要么是被消灭了 要么就是这个撤离了 所以随着它采取 军事行动的区域 逐步的缩小 其实不需要太多的这个兵力 还有一种这个原因 或者说有另外一个因素 就是当你进入到一个 复杂城市作战的环境当中 你即使有再多的自行火炮 坦克和重型的这个装甲车 那么最终还是需要步兵 进入到建筑物的内部 去进行逐屋的争夺 所以有很多乙军的精锐部队 先头部队 或者说它的一些王牌部队 伤亡率还是非常高的 所以有一些部队 伤亡率比较高 也要撤回到以色列进行修整 这就说明 即使针对哈马斯的有声力量 进行了大量的这个消耗 或者说呢 它也是采用这种斩首的方式 消灭掉了一些哈马斯武装人员的 这样的一些领导层 但是呢 针对加沙地带 以色列采取这个军事手段 它是不可能彻底的永远 去解决它所谓的安全问题 它会埋下更多的仇恨的种子 或者说呢 在以色列的周边 可能会有更多的这种冲突的 这种隐患 其实是被埋下 因为我们注意到 本轮巴以冲突 已经持续了四个多月 同时我们注意到 在第一百天的时候 加沙地带的死亡人数 就是2.4万人 这其中呢 70%都是妇女和儿童 所以请教苏女士 您觉得这个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危机 什么时候才能结束 我们看到国际社会都高度关注 加沙地带人道主义危机的恶化 那么如何结束危机 最根本的是停火指战 其实呢 涉及到平民伤亡问题 此前的以色列 也关注到国际社会的指责 那么美国在国际压力之下 也提出希望以色列方面 能够关注平民的安全 但是所有的这些说法 都不会发挥实质性的作用 比如说我们观察到冲突升级之初 以色列方面要求加沙地带 北部的平民撤向南方 但是呢 不管是撤离的通道的这种艰难 还是很多的病人 根本无法这个参与到撤离当中 造成了大量的人道主义问题 那么现在呢 在南部地区 以色列方面的大规模的行动 是造成了更多的人烟伤亡 所以这个时候大家会得出一个结论 本轮巴以冲突升级 要结束 必须呢 是要首先结束军事行动 军事行动不可能带来加沙地带的和平 也不可能延伸中东地区的和平 只会呢 造成危机的进一步的延续 其实美国也在提醒以色列 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在不断延展的过程当中 随着人道主义危机的加剧 那么巴以之间的矛盾 会进一步的加深 这个时候呢 以色列给自己制造的是更多的敌人 也就是说 从战术上在消灭更多的 哈马斯的武装分子 但是呢 从战略上 从长期的影响来看 以色列又给自己制造了更多的敌人 和潜在的威胁 所以说到安全问题 现在中东地区的安全问题 必须要从根本上解决 重回两国方案 落实两国方案 一直是国际社会认为的一个根本的方案 所以现在呢 涉及到人道主义危机 停火指战是第一步 国际社会应该积极行动起来 推动局势尽快降温 并实现停火 防止冲突进一步扩大 甚至失控 这里是防务新观察 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 也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